私立教育理事會最新的調查顯示 近一半的私立教育學府畢業生 在畢業6個月之內找到全職工作 比公立大學的近8成要明顯來得低 月薪中位數也落後750元 達到2650元 看記者李正義的報導 私立教育理事會過去4個月 針對30所私立教育學府進行調查 結果顯示 前年5月至去年4月畢業的私校學生當中 79%在畢業半年內找到工作 這包括全職、兼職、合同和自由工作 但在畢業6個月內找到全職工作的私校生 僅47.4% 不及公立大學的78.4% 起薪方面也落後 私立教育學府畢業生的月薪中位數 為2650元 公立大學畢業生則是3400元 私立教育理事會希望 調查報告有助私立教育學府改善課程內容 提高畢業生就業率 一萬多名畢業生當中約四成參與調查 人力資源專家認為 調查結果反映私校生面對的就業挑戰 並鼓勵他們嘗試在中小企業起步 這是理事會第二次進行畢業生就業調查 去年調查顯示私立教育學府的整體就業率為84.3% 十人當中六人在六個月內找到全職工作 月薪中位數為2550元 新傳媒新聞記者李增儀報導 《GF15》